炒牛肉做法 烟约10分钟,锅内油,火,热,放入腌好的牛柳放入漏锅,倒入火锅中,倒入葱,姜,蒜,再放入小米胡椒,蚝油,白糖,炒中火炒,然后加入牛腩片煸炒,最后放入盐碎精和料酒,猪肉和白菜炖粉丝的方法,首先,将红薯粉丝浸泡在热水中,切片油大白菜,切片猪肉片,和干薯粉丝 切得太短,将葱切碎,在底部撒生姜油,然后加入猪肉,炒少许料酒几分钟,然后炒白菜,炒好后,把红薯炒好,然后迅速放入葱,盐中,撒上胡椒粉,焖鸡翅,鸡翅洗净,沥干水分,可切几小口姜片,放入适量的锅内油,放入姜片爆香,然后将鸡翅慢慢煎,煎鸡翅至金黄色,生夏,老西买者,就将 适量的水煮沸,放入冰糖,盖锅盖,焖15分钟左右,小火煮沸左右,大火汁,果汁浓稠时,就可以了,炒香菇做法,将,蒜切成,切成干辣椒切片,在小碗中加入酱油,豆浆,醋,糖,和两汤匙汤水,或开水放入酱油火锅中,由,将,蒜, 干辣椒切片炸开,倒入酱油,香菇,炒几下,盖锅L,挨地蒙了一会儿,然后继续翻几道炒菜,可以做饭厨师做几个自制菜,看到我的唾液是出来的,更美味的食物,值得收藏,微信,2540027658